《西方马克思主义》 我们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它的一个概念的分析 就是说什么叫西方马克思主义 对这个定义的分析 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 它主要的是指什么 一个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 同时也不同于 第二国期的马克思主义的 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派别 同时也创立了一种 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 那么这样一个哲学传统 它最早就说产生于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 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反思和总结西方无产阶级革命 失败的经验教训 探索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 特殊道路的理论 那么这样一个理论 它究竟经过了哪几个阶段 它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我们现在把它先 把它 就是说几个阶段 把它介绍一下 那么首先是 从总体上 它是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它发生在 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 那么这样一个哲学传统当中 人们通常的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呢 主要是格兰西 卢卡奇和科尔斯 主要是他们三个人 因为他们三个人呢都是这个 自己本身都是这个共产党员 都是马克思主义者 也就是亲自参加了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这样一个实践 那么如果要是从这个哲学传统的划分 就是都属于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划分 那么就包括东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布罗赫 然后还有呢 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奈希 再就是法兰科夫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何科海默 那么也可以说属于这样一个传统 这个马尔库赛呢 他在二三十年代的这个思想啊 也属于这样一个 也属于这样一个阶段的 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哲学理论呢 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这个特别是这个法兰科夫学派 和葛兰西 卢卡奇 科尔斯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他们之间的派别是非 他们之间的理论差异啊 是非常大的 但是相对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 就是说相对于第二国际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呢 他们的理论呢 就是说作为一个哲学传统里面啊 还是有许多的共同特点 共同特点 那么这些共同的特点呢 我们可以把它开阔为五个方面 也就是它的这个基本特征五个方面 这五个方面呢 第一个 就是说他们都把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定义为 马克思主义定义为哲学 就是道理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第二国际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社会主义学说 哲学只是社会主义的方法 哲学啊 特别是维吾史观 只是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方法 所以那就是说 马克思主义它从理论形态来说 它是社会主义学说 这样就把马克思主义从这个哲学里面啊 排除出去了 排除出去了 那么这样我们说了 它就造成了整个二十世纪初啊 马克思主义的一场危机 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危机 这个危机就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啊 马克思本身是没有哲学的 它不是属于一种哲学传统 既然它不是哲学 那么就要用其他的马合哲学 这个康德的这个 新康德主义的哲学 就是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哲学 来补充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挽救马克思主义哲学 所以这样呢就出现了这个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 这样一个本质的问题 那么在这一个时期呢 这个马克思 为了挽救这样一个 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这样一个理论危机 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呢 明确地提出马克思是一个哲学家 就是首先呢他们回到马克思 就是马克思是一个哲学家下的这样一个定义 然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都是马克思哲学的内容 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样呢他们就把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定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就把它看作是哲学形态 所以真正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个闪耻 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研究 形成那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 是在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 而在之前 人们都把它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学说 所以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哲学 并散发它的内容 应该说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西方马克思主义 它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是一个同等意义的概念 就是它把自己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 但是因为它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哲学 所以它讲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的理论 以及它的核心 全部是讲的哲学 而且它散词的 不管它散词哪一个方面 包括它的意识形态理论 对日常生活的文化批判 所有的这样一些文化批判理论 都是从哲学的角度散发的 可以说它是从不同的方面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哲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就是当我们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词的时候 实际上讲的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个概念是同等的 你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也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所以我们这个有时候 大家注意一下 有时候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就有人提 这个西方马克思 怎么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 一下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呢 就是对这个概念不太清楚 其实如果你理解什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你就知道这个概念 它是同等的 不过是在不同的语境下 能不能会强调的折重点会不同 你比方说 葛兰西 这个科尔斯说自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 你要写出来的时候 你就说 这个葛兰西 科尔斯 他们自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 你就不能把它称之为 他们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因为它就是这样来定义自己的 但是这不等于说 它不是一个哲学 但是我闪持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把它放到一个哲学史里面去闪持的时候 我就可能 就是说 为了这个概念的一致性 我就会讲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就是强调它的这样一个哲学的 这样一个研究 它是不同语境下的这样一个使用 而不存在一个意义上的这样一个差别 所以我讲一下 有时候不断地提这个问题 就是说明对这个概念 完全不理解 也就是说 不知道什么叫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它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 究竟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 也是我们必须要明确的 第二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它是结合欧洲法达工业社会的特点 探讨国家和意识形态的问题 从哲学的层面上 剖习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创立了革命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 这一点刚好体现了它和第二国际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别 我们在讲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拉法格 拉布里奥拉 就是说虽然他们也讲这个 也强调马克思的这样一个文化哲学的这样一个特点 一个特点 但是呢 他们的主要的研究啊 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啊 用用历史主义方法 把这个经济啊 看作是一个系统 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 历史的演进过程 但是呢 他们还是强调的经济 对上层 经济基础 对上层建筑作用 而且呢 主要是在这个 对这个经济的系统啊 进行研究 进行研究 但是呢 这个 呃 呃 西方马克思主义呢 他们就不同 他们主要的是研究国家和意识形态问题 因为西方面 他要总结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这样一个教训 他就会认为啊 他就会看到 他说 这个 无产阶级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 在同样的 同样的环境下 为什么在这个 呃 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 俄国取得了成功 而在这个 呃 西方为什么不能取得成功 那么这样一个就是说 客观的环境是一致的 就是整个都是国际大背景 都是一样的环境 为什么没有取得成功呢 他就要总结啊 这个无产阶级啊 他本身的这个阶级意识的问题 就是检查 检讨这个主观的原因 那么这个主观的原因呢 就回溯到他们对国家和意识形态问题 就是对西方的国家的特殊的这样一个结构啊 要进行分析 而且这是这是一个从这个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教训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欧洲法达工业社会啊 我们说他进入这个法达工业社会 也就是说他的资本主义已经完成了 那么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资本资产阶级革命呢 进入了一个完成时期 就是说从这个革命时期进到了这个资本主义 这个革命的这样一个完成时期 那么这个完成时期有什么特点呢 这个我们在第二国际的时候 讲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 已经讲了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说他开始建立民主国家 近年民主国家 就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 这样一个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国家形式 和他的意识形态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的 联究国家和意识形态问题 就成为这一时期联究的主题 不仅无产阶级要联究 资产阶级也要联究 所以无产阶级呢 在这个时候啊 要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出说明 就必须联究国家和意识形态的问题 那么是不是说 以前的这个第二国际 没有涉及到这个国家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啊 他们涉及到了 但是呢 没有对这个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 就是说如果说 国家和意识形态 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这样一个系统 那么这个相对独立的系统的内在结构是什么 它的特性是什么 这一点是没有研究的 是没有研究的 他们只是认证了 所有你的国家和意识形态 你的政治设施 它是由什么 是由经济决定的 所以对经济的结构 包括它的生产力 生产关系 这样一些结构 做了一个很充分的一个研究 那么所有的这一研究都是为了什么 认证这个意识形态是如何产生出来的 而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 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 作为一个文化的这样一个系统 它究竟有什么特征 这个是没有展开研究的 没有展开研究的 特别是对这个资本主义国家 对当代法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这样一个结构 没有进行研究 这个呢就是说 从它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分看 那么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呢 也是这样的 苏联马克思主义我们说了 它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国家 那么它所面临的 在它取得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以后 它所面临的是什么 要发展这个生产力 也就是说要实现这个现代化 实现现代化 那么这个实现现代化呢 它着重探讨了什么 技术的生产力的问题 它这个这个论文是最重要的 而认证生产力的第一性 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结合 它是和一种科学的 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他们同样是 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就是说研究经济基础的问题 也没有对上层建筑的 这样一个内在结构 做深入的研究 而这个问题呢 可以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啊 它的一个特殊的 这样一个内容 特殊的内容 所以这就构成了 它的这样一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这样一个特殊的研究对象 这是第二个特征 第三个特征呢 它们是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 开展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 文化哲学的转向 我们说这个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国家形式 法达资本主义国家的 这样一个形式 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重要的特点呢 就是市民社会的形成 就是国家啊 它不仅仅是一个 以政权为核心的国家 它同时产生出了能力国家 另外呢 就是说整个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发展 由于这个进入发达社会以后 开始就是说 它的这个文化产业的出现 出现了文化产业 特别是这个电视 就是电影电视的 这样一个现象的产生 广播 那么使整个的这个文化产业化了 那么文化的产业化了 就带来了人们的生活的 这样一个变化 带来人们生活的变化 那么在这样一个变化上 他们就要重新 研究这个 这样一个文化产业 所带来的 这样一个人们的生活变化 以及 整个社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 所以这样他们就对这个政治上层建筑的 道德和意识形态展开了文化的批判 特别是这个 对日常生活层面上的大众文化进行研究 所以这样呢 就是这个时候啊 大众文化的问题 知识分子的问题 都进入了这样一个 都进入了唯物主义 唯物史观的这样一个范畴 成为这个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范畴 就在之前我们看到 就是说 我们在讲普雷哈诺夫的时候 我们已经讲了 就是包括这个 马克思他们在认述的时候 只讲人民群众和党 人民群众和党的这样一个关系 这个里面是不讲知识分子的 而他们呢 就把这个大众文化和知识分子 这个问题明确地提出来 开展了这个一个新的研究 这个就体现了 这个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走向 这是第三个特点 那么第四个特点呢 他们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所抽象概念的研究 就是他不是说 有一个高于资本主义形态的一个 普遍实用的这样一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 而是什么呢 联系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来散发马克思的历史维吾主义思想 所以在他们看来呢 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为本体论的话 他是等同于这个 他强调的是历史本体论 而反对啊 仅仅从科学的角度来认证这个马克思的这样一个哲学思想 这是他的第四个特点 第五个特点呢 就是他们强调马克思哲学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之间的关系 就是在这个思想起源上 他们强调马克思哲学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之间的关系 那么为什么要强调马克思哲学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呢 它是有两成原因的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说马克思这个我们说还是接着这个第二国际讲啊 第二国际我们说白恩斯坦他就提出来 马克思的哲学里面 这个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因为他抛弃了黑格尔的哲学 那么马克思哲学里面呢 他的招婆的过时的东西都是来源于黑格尔的哲学 这个我们上学期已经讲过的啊 那么这个思想它的核心是什么呢 就是说黑格尔马克思哲学的这样一个招婆的东西 他所认为的就是讲的革命无产阶级专政 他说这个东西啊是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结合在一起的 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马克思在强调黑格尔辩证法的时候 说黑格尔辩证法是什么 是彻底革命的辩证法 彻底革命的 所以他就说他不崇拜任何的这样一个权威 就是不崇拜任何的权威 对任何东西啊就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 他认为这是马克思的这个革命理论的这样一个 革命的这样一个行动的一个思想理论 思想理论 所以呢 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适合于当代社会的发展 就应该去掉马克思哲学当中的这样一个黑格尔因素 但是我们说了这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世界范围来 它是一个什么在革命和战争的节奏当中展开的 那么作为在革命和战争节奏当中展开了 他就要强调什么 马克思学说的革命性 所以他要返回来对黑格尔 马克思和黑格尔哲学的这样一个研究 所以研究强调马克思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的这样一个革命性的这样一个特点 这是他的第一重原因 第二重原因呢 就是我们说的是 他和黑格尔的精神向学联系在一起 黑格尔精神向学探讨的是什么 意识的发展问题 探讨意识发展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要研究 就是说整个的研究对象放到国家和意识形态上 所以在这个黑格尔的这个辩证法上呢 他们特别强调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所以以这样一个黑格尔的精神向学啊 来研究马克思的哲学的辩证法 以及他的历史维吾主义思想 历史维吾主义思想 这样呢就把这个自己的学术啊 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分开来了 就是说他不是从认识论德和自然观的角度啊 来定义马克思的辩证法 而是从精神的意识形态的角度 来定义马克思的辩证法 所以这就对马克思辩证法 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解 那么这五个特点可以说 形成了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内核 那么这样一个传统呢 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也就是说在第二个阶段呢 得到了一个发展 得到一个发展 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 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 在这一个时期啊 有两件事情 当时有两件事情呢 推动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这样一个发展变革 就是他和 也就是说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他们和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究竟有什么区别 它是怎么发生变化的 主要是有两个事件 一个是苏公二十大的召开 就是苏公二十大的召开呢 我们说了 主要是批判这个斯拉林啊 就是批判斯拉林的这样一个个人崇拜 虽然没有对这个斯拉林展开进行全面的否定 但是呢 这个时候啊 整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可以说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面呢 产生了一个大的变化 就是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啊 开始走向了创造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而不是追随这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那也就是说 人们认为啊 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不再是一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而是被看作什么 是一个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所以呢 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呢 就开始结合本国的革命实践 创造死和本民族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所以这就开始啊 就是说 如果说二十年代三十年代 葛兰西 卢卡奇 科尔斯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 但是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这样一个承认 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以后 这个他已经就是通过这个 由于这个苏公二十大的这样一个召开 所以呢 这样一个就成为一个什么 就是批判这个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 走出这个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啊 成了一个 可以说成了一个风扇啊 成了一个风扇 各国马克思主义啊 都开始这个进行 进行这个新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 那么这是一个事件 第二个事件呢 就是科学技术的革命 及其所产生的这样一个后果 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啊 提出了新的课题 提出来新的课题 就是说 这一个时期 为什么说科学技术革命呢 会产生这样一个后果 就是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知道 第一次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呢 这个高科技的竞争啊 高科技竞争 原子弹也出现了 让很多这个军事的这样都使用这个高科技 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触以后呢 就把这样一个在军事工业上使用的这样一个高科技啊 把它转入了这样一个民用 转入了民用 法国首先呢 就利用这样一个高科技啊 来进行这样一个 就是说 建核电站啊 就是进行这个能源的这样一个生产和使用 那么这样一个变化 就使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社会啊 这个科学技术啊 在这个社会当中啊 呃成了一个杠杆和支柱 所以由于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特点啊 由于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呢 就带来了整个人们生活的这样一个变化 包括社会的管理体制 全部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 所以正是由于这样 有了这样一个变化 所以这个人们啊 可以说 呃整个的社会结构改变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要重新认识社会 重新认识这个新的条件下 所产生的这样一个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 所以这个时期啊 无论在这个民族哲学的创造上 还是世界 这个历史本身的这个变化上 那么都有了一个新的特点 新的特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